高雄一名料性男子日前在IG上贴出了恶搞影片 把金车骑进超商还在马路上匍匐前进 甚至是叼着烟走到了面店料理区来装汤 最后再跑回超商大秀求祭 连续的恶作剧行为不只是引来了民众抨击 警方黑尔卫生局也找到了男子 那么最高是可开罚17600块 男子遮住摩托车车牌骑进超商 随后熄火下车走向柜台 眼看超商店员不理自己竟然跑到马路上大出奇招 当兵招数都搬出来 戴着安全帽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让路过民众捏把冷汗 而夸张行径还没完 似乎担心没办法引起注意 吊着烟把面店当自家厨房大喇喇走进去盛汤 随后跑回超商狂秀求祭 边运球边拿饮料 完美诠释超商就是我家 再跑到柜台 别跟我单挑 翔红也不是这样吧 确认镜头有在拍 指着店员要求单挑 连续的脱续行为也引来民众抨击 那小年了 觉得我还挺好乖 你还挺好乖 完归完不要玩成这样子 高雄这名20岁料姓男子 疑似想要蹭流量 日前在IG上 PO出一分多钟的恶搞影片 内容是在林雅区的超商面店 把恶作剧当有趣 不过人还没红 先取上罚单 通知该行为人道案说明 告发违规行为 把车牌遮住 骑上人行道 加上马路上匍匐前进 加一家最高可罚7600元罚还 雕烟走进料理区 违反严害防治法 卫生局也要开罚最高1万元 向洪用错方法付出的代价 恐怕有点大 这我按下讲我是高雄报道